由丹南市美術館和云菲凡美術館 三发教友基金会所开的共和体验区 在丹南市护士典赵青会 以及在于贵宾的竞争集合正式开幕 那五月天呢 他除了因为去年在这一边做了一个演唱会 然后我们就把他一半的资助做成 也是在一馆有一个就是非常专业的录音室 那另外一半我们就拿到了这个一馆的二楼 来做这样的一个教育推广的共学体验中心 美術館将头一个主题定位在树梢夫梦 在这里有很多籍籍的互动体验 还有以五月天的官司下去找一个外图剧热 最重要的是这是一个共同学校的体验区 共学的概念就是一种学习的伙伴关系 那他比较没有一个位阶像说上对下 或者是阶级的关系 那我觉得就是美术馆的学习的活动 应该是比较不分年龄 然后不分种族的一个状态 所以我题目上不会定的是跟美术完全相关 我是希望是大家都是有共感的 你有可能都有做过梦 你有可能都有小时候的梦想 但是因为环境或是说父母给你的期待 或甚至是经过岁月的流转 你可能慢慢的忘记你小时候那个理想或是愿望 那我从这边是稍微引诱出来 你们可以去想一下这些理想或梦想 对你曾经的意义是什么 那所以这一区你不用把它看得像展览 它是对应到你自我的 你可以反观自我对梦想的一种价值观或是想法 学习能够在这里自由的企图 没有受任何人的影响 透过学习的课程表现自己的創意 并以团体的方式来保证学习 不会是只有老师去设计课程 然后我就是设计一套之后 你就要按照我的游戏方式下去走 不是这样子的 它中间会一直不断的变形变形 所有的人也许对某一项东西是比较有感觉 我们就是完全就是会 也许跟老师原本设计的方向跟理念会完全不一样 所以那个会对美术馆人来讲是挑战 对老师也是挑战 但是我觉得是更有趣的 但我们去美术馆 跟夏天阳区跟五月天的歌迷同样 没有小事情分 基本上过一会儿的活动 可以追求大家自己心中的那种想法 但我们是没有想法的插风报道 哦 可能是有点想法 我们下台的不动 希望是一方方式 有点深圳的发展